孟加拉國首都達卡城外的伊斯蘭活動人士 和警察發生衝突 抗議最近的憲法修正案 抗議者號召星期日舉行大罷工 使得這個南亞國家各地的商業和學校關閉 活動人士希望在憲法中 重新出現對真主絕對的信仰和信任等字眼 孟加拉國政府上個月恢復了原國家憲法的世俗性質 但伊斯蘭教仍然是孟加拉國教 有關官員說大約有50人在衝突中受傷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